最近有一部叫王牌部队的电视剧被媒体夸赞,说是军旅剧的新天花版,但也有小伙伴私信我说,这剧简直太离谱了,让我去看看。 我跑去看了几集,差点当场去世,光是看第一集,你都会觉得这俩男主怕是有点大病。 一号男主刚出场时,还在一脸深沉的思念牺牲了的哥哥,他说自己参军是为了接过哥哥的钢枪,怎么看都像是一心报过的大好七年。 结果不到一分钟,他就突然偷了指导员的衣服,冒充手掌吓唬战友,被发现IP的时候他还嬉皮笑脸,完全没觉得自己做错了啥。 二号男主也是新兵,连部队营房都没见到,就在火车上突然对着手掌化身霸道总裁,说24个月以后我在军校,72个月以后我在野战部队带兵。 更离谱的是,主角听说女兵要和她一起去找人的时候,很不屑地说了一句女兵跑得慢,我自己去吧。 这要是在现实中敢说这话,不被微博各路女权大V花样地死喷道公开道歉就不可能收场,可剧里的一大群女兵不仅不生气,还在主角走后极其高呼,好帅啊。 且不说这是社会风气比较保守的上世纪八十年代,没人会这么浮夸,这些女兵明明几秒前才被男主当面羞辱过,就这还要极其犯话时,做做到了极点。 派大兴对海边宝宝的感情都比你们的喊话真诚。 在后面的剧情里,主角们也疯狂违反军纪,什么和女主偷跑去洗脸拍照啊,什么演习的时候被俘虏了还不尊重演习规则继续到处乱逛啊,什么偷了别人的手榴弹还当场引爆啊,什么和老兵斗鸥还振振有词啊,窒息操作多得数都数不过来。 这哪里是什么天花板,这明明是棺材板,暗都按不住非要起瓢的那种,而且越往后看这种离谱的剧情就越多,完全不像是一个了解解放军的团队拍出来的剧。 我猜这剧估计是某些资本眼看这两年大家喜欢军理题材,为了捞钱硬凑出来的一道黑暗料理,因为他们自己平时只会拍偶像剧,所以强行把偶像剧和军女片凑在一起,拍了这么一个似不像的玩意。 如果现在神能把这剧送到白宫办公桌上,并且让美国人相信解放军都是这种纪律,战户局三年的KPI都能被瞬间刷买。 我看完之后只想找一个现在还在部队的问问,就剧里这俩装逼犯的种种行径,如果割现实里,到底够判几年呢? 有人跟我说你们对他宽容一点,王牌部队讲的是一个新军的成长经历,讲的是他们怎么被部队改造成真正的军人呢? 部队的确是能改造人,但这个剧里我根本看不出来部队怎么改造人,倒像是这个主角在改造部队, 有人说你们不要要求这么严格,老是按照主角严守纪律的拍,故事不好看的,这话要是几年前说那可能还不好打,但今年连年的口碑爆棚,已经证明了尊重军纪的故事拍出来,一样可以很好看。 包括这部剧在内,很多当代军旅剧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毛病,就是总喜欢无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,主角不是靠正确的路线和谋略打败敌人,而是靠着各种开挂,犯纪律歪打正着的成功,还被人捧成敢创新有魄力。 正好,最近我看了一部很有意思的老电影,叫《恰巴耶夫》,还有一个艺名是夏柏阳,他讲的就是一个鲁莽但有才华的苏联红军师长恰巴耶夫,怎么在政委的帮助下,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的。 王牌部队这个烂句草点太多,继续喷下去也没什么意思,今天我们不如结合《恰巴耶夫》这个电影跟大伙聊聊,为什么近些年的某些军女片忽视政治工作是不对的? 电影的主角《恰巴耶夫》是十里八乡一有名的尊厚神,他农民出生,大字不识几个,面朝黄土被朝天,是红军给他的家乡带来的希望。 当时苏维埃政权刚成立不久,外国干涉军利用在西伯利亚的白匪高尔查克的30万反革命军做主力,越过乌拉尔山进攻莫斯科。 整个东线战场上,大量的农民武装起来和反革命军作战,《恰巴耶夫》领导师就是其中之一,《恰巴耶夫》知识水平不高,是自己在战斗中琢磨出了一套打仗的方法,用简陋的武器打出了一片天,成了师长。 他的部队英勇善战,打起仗来鬼点子特别多,把冰金两组的敌人玩得一愣一愣,但与此同时,他的缺点和优点几乎是一样突出,他没啥文化,动不动就出口成脏,他喵得尼玛满天飞,开口不带几个脏字,简直都不知道怎么说话。 他在电影里嫌弃手下的方案不行,就毫不留情地说,你们刚才说的都是屁话,现在听我指挥,枪炮声一响,全师都得听我的。 他对自己的指挥才能特别自信,但政治素养很欠缺,总是闹笑话。 电影里就有个桥段,是他的勤务兵问他,恰巴耶夫,给你一个军你能指挥吗?恰巴耶夫很自信地说,当然可以,那给你一个方面军呢?也可以,把全国的部队都给你呢?还是可以,那把全世界的军队都给你指挥呢?那不行,为啥?因为我不会外语。 显然,这样的军官和部队能打仗,但要当无产阶级的兴奋队,那还差了很远。 因此,红军就给恰巴耶夫派去了一个政委,福尔曼诺夫,也就是恰巴耶夫原著的作者。 这本书是根据福尔曼诺夫当年在恰巴耶夫时的真实经历写成的。 整个电影的情节,讲的就是恰巴耶夫和政委这两人相爱相杀的故事。 电影一开幕,就是恰巴耶夫的部下被杰克人偷袭,丢了农场,提同跑路了。 正好被赶来增援的恰巴耶夫撞见,他一听就不乐意了,他杰克的小鬼子敢和老子抢地盘。 当初他们进攻的时候,是我把他们打得暴头鼠窜的,现在成了金了还? 恰巴耶夫一顿怒吼,弹压住了这帮溃兵,带着人马打了回去。 打完以后恰巴耶夫检约不对,结果这群人完全没有一点正规军队的样子,穿啥样衣服的都有,战也没个战相,松松垮垮的。 好些人手上却连枪都没有,一问他们就说跑的时候把枪仓核裂了,气得恰巴耶夫赶紧让他们去河里捞枪。 这时候,上面派的镇尾富尔曼诺夫也到了,这个镇尾一出场就把所有人都镇住了,因为他带来的部队纪律严明,不乏整齐,唱着嘹亮的军歌,一走过来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 富尔曼诺夫跟恰巴耶夫自我介绍完,正好看见刚才的士兵从河里把枪捡起来,富尔曼诺夫很好奇,问这是在干啥呢? 恰巴耶夫觉得手下太丢脸了,没好意思说实话,说他洗澡了,天太热。 进部队几天时间,镇尾就把恰巴耶夫的优缺点都看得明明白白。 在这支农民组成的军队里,恰巴耶夫确实很有才华,每次打仗都很有主见,被他否了方案的部下也心服口服。 他虽然是农民出身,但就善于学习,经常思考,打完仗以后,他痛骂受伤了的旅长是个傻瓜。 旅长很委屈,说子弹又没长眼睛,他火气更大,那你长没长眼睛,大家都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,怎么就你受伤了? 说完他就拿土豆和苹果,摆出战场局势,分析什么时候应该身先士卒,带头冲锋,什么时候应该站在有力地形,俯瞰全局,指挥若定。 说到高兴的时候,恰巴耶夫眉飞色舞,兴高采烈,复杂的形式被他用大白话讲得清清楚楚,但与此同时,恰巴耶夫又很瞧不起知识分子,喜欢不讲科学胡来。 郑伟刚进部队没多久,俩兽医就跑去抱怨,说恰巴耶夫非要他们给人发医生证明,他们说不行,我们是兽医,恰巴耶夫就破口大骂,还掏枪威胁,说要枪毙他们。 郑伟好言相劝,恰巴耶夫就把椅子给砸碎了,觉得知识分子就是事多。恰巴耶夫本人这个样子,他手下的兵就更不像话了。 在村庄休息期间,有士兵晚上跑到农民家里,偷了一头二师兄,被人家发现以后还说,现在是战时,吃你个小猪仔就不给钱了。 农民看了直角头,说白匪来了抢我们,结果红军也抢我们了,我们庄战人咋活呀。 郑伟发现后,马上就下令把抢来的东西还回去,还把日哈列夫关了金币,一听说心夫爱将被抓了, 恰巴耶夫火了,他找到郑伟大闹一场,说你知不知道他是我的老战友,敢管我的人。 郑伟说那你知不知道他手下抢了,他话还没说完,恰巴耶夫就一顿抢了,我管他做了什么事,他的事只有我一个人能禁止。 眼看郑伟还是不放人,恰巴耶夫气得质问郑伟,这师部到底谁说了算,还把衣服脱了,衣服要打人的样子,郑伟不卑不抗,你和我说了算。 就在两个人僵持不下的时候,农民们来了,他们收到了还回去的东西,一样不少,他们知道饭室的士兵被处罚了, 他们觉得红军和以前的军队不一样,就专程过来感谢恰巴耶夫,这一下恰巴耶夫破防了,他终于意识到了这次的问题是自己的,他自己也是穷苦人,因为被欺压无路可走才奋起反抗,怎么刚有点功劳就欺负老百姓了? 恰巴耶夫知错就改,他着急大伙,向战士们宣布了军令,谁再敢抢老百姓就枪毙,我恰巴耶夫也不理完,我们既然是红军,就得有红军的样子。 到这里,恰巴耶夫无产阶级战士的一面开始决心,可他对政治的理解却还是一团价糊,他刚讲完话就有一个战士凑过来问,恰巴耶夫,那你是拥护布尔什维克党还是拥护共产党啊? 没读过多少书的恰巴耶夫露切,一脸懵,愣了一会儿后才转移话题说,我支持共产国际,想搪塞过去,结果郑伟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教育他的机会,故意逗他说,你既然支持共产国际,那你支持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呢? 这问题又把恰巴耶夫整不会了,整张脸直接变成了表情包,这涉及到了我的知识盲区,恰巴耶夫知误了一会儿,问道,列宁在第几国际?郑伟说,第三,恰巴耶夫说,那我就支持第三国际,电影只用了这两次小尴尬, 就很好解释了为什么部队要讲纪律,为什么军员也要学习文化知识,意识到自己政治素养不足以后,恰巴耶夫再也不敢骄傲了,他听郑伟的话,开始把军装穿得整整齐齐,也跟着郑伟恶补文化知识,不断整肃部队的纪律,没过多久,恰巴耶夫的部队就变得像电影开头时郑伟带来的人一样了,而相对应的,白匪的军队还是一副旧军队做盘,电影里白匪的长官有个勤务兵,勤务兵有个兄弟去投靠红军被炮 被抓了回来,按规矩要处决,但就因为勤务兵和部队长官有关系,就改成了编刑,从轻处罚,在军队里搞裙带关系,赏发不言,怎么可能打得过纪律严明的红军呢?有了政委的恰巴耶夫如虎添翼,在战斗中连战连结,当富尔曼诺夫要调去其他地方工作时,恰巴耶夫很是舍不得他,但他也没大吵大闹,说什么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?而是和政委拥抱在一起,一一惜别,可谁成小,两个人这一次分别,居然就是永别,恰巴耶夫 恰巴耶夫的指挥部被白匪突然袭击,恰巴耶夫在战斗中不幸牺牲,可是他的队伍已经完全成长起来,恰巴耶夫牺牲后,他手下的指挥官们依然保持了战斗力,他们重整旗鼓,带着大伙把敌军彻底打垮,恰巴耶夫这个故事没有忽视政治工作,但他不仅好看,艺术成就也很高,在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,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,大家会很容易联想到亮剑,因为恰巴耶夫和政委的关系,跟驴龙和赵刚简直是如出一辙,但不同的是,恰巴耶夫电影里强� 是政委把恰巴耶夫同化了,而不是政委反过来被恰巴耶夫同化,也学会了喝酒,也学会了骂人,也学会了搞山头主义,这其实才符合历史,因为历朝列代的农民起义里,从来都不缺乏军事天才,他们那么能打,最后还是失败了,就是因为他们就有阶级局限性,没有完整的指导思想,而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之所以不一样,就是因为有政委的存在,给了他们思想武器,可惜,因为政治工作本身说起来比较枯燥,不如硝烟弥漫的正面战场吸引人,很长一段时间, 自由主义的思潮又在国内横行,追求个性是主的,大家都不喜欢被拐的,再加上某些文艺工作者对于部队的政治教育有种天然的反感,因此他们比向了政公干嘛,也总是扮演坏人的角色,他们要么满嘴官话套话,只会念经,要么心里一样两面三刀,只会打击破坏战友,政治工作也被理解成拐生活,空喊口号,不接地气,但事实上,政治工作本身就是军队战斗力强大的来源之一,举个例子,大家常说打土豪分田地,好像是把地给大家一分, 群众马上就会踊跃参军,立刻就能夺取天下,可是李自成也喊过口号,他也给老百姓分过田地,封建贵族们养个私人武装,分田地的力度也很大,可他们怎么就没建设出新中国,同样,红军的战斗力也不是一分了田地马上就强的,南昌起义失利后,很多人觉得革命没前途,经常是一个排一个连的跑路,说散就散,完全没有后面长征实习那种任性, 道理很简单,怕死是人的本能,光靠喊口号,说我们理想很伟大,不足以打动人参军,也不可能让人在死亡的面前依然勇往直前,红军队根据地的政治建设,是细致到了每一个地方,红军占领的地方,如果有地主霸占良田却不交税,政委们就会带人去重新丈量,统一收税,不准搞黄四郎那套,豪生的钱如数换怀,穷贵的钱三七分城, 部队需要兵员,宣传干部们就会组织战士们,用大家看得懂的大白话,到处宣传,参加红军分田地,来当兵吃烤红薯,而且考虑的非常周全,按照政策,凡是参加红军的战士,家属都可以分土地,房子,水池,从白军投放过来的,就分公田,如果你家里没有青壮年劳动力,苏区政府会派人帮你耕地,你参军,你的弟弟妹妹读书都不花钱,义务教育,还有每月免费看一次戏,家里缺必需品的时候,可以在国家商店优先半价购 买,家属房屋免租金等等很多好处,除了家人没有后顾之忧,部队生活本身也是非常有趣的,只要不打仗,红军战士严格8小时工作制,不搞996,上午军事训练,下午学任字打球,晚上还有联欢会给大家看话剧,政委还会规定,战士每天要写够两条原创标语,内容要直接用户痛点,还得用上新学的身字,游戏不仅好玩,还能顺带学文化,这些政策都是政工干部去落实的,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,以前你天天给地主种地,收成7成都被黄四郎买,家属房 拿走,国民党动不动拉你去壮丁,日子过得狗都不如,现在有人解放了你的家乡,让你家人过好日子,你去当兵后日子也过得跟大学生一样,又能学东西又好玩,你愿不愿意去参加这样的军队,当然愿意啊,因为不仅是让你吃饱穿暖,给了你做人的尊严,还给了你一个生活的希望,结果你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,有一天蒋校长哼哧哼哧哧带着他的部队来围剿,你很清楚,国民党要是回来了,你和你的家人还得回去过那种狗都不如的日子,那你愿不愿意为了捍� 为自己的美好生活,拼了命的战斗,就是因为有这种切忠要害的政治建设,根据地的老百姓才会积极地把自己的骨肉送去参加红军,红军战士才会个个舍身忘死,政治工作不仅保证了红军的兵源和任性,还总是能在意想不到的时候,化敌为友,让部队渡过难关,长征时期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,当时红军要过大梁山,蒋校长的部队在背后穷追不舍,按照刘伯承的回忆,情况非常危急,在路上只要被耽搁了三天,就会被追上,而那个时候大梁山的遗 遗族和汉族之间有很深的民族矛盾,因为四川绝乏和国民党从来没把遗族人当人看,动用各种手段压迫遗族同胞,让被征服的遗族部落的头人或者家人到县城坐牢当人制,控制他们,所以遗族人只要是看到外人过来,本能的就会很抵触,他们家家都有土枪,这里山高路险,如果遗族头人反对,哪怕你的队伍再能打,短时间也是绝对过不去的,太平天国的石大开,一代名将,就是在这条路上失利,兵败大渡河,蒋校长听说红军, 红军也走了石大开当年的路,大喜过望,他觉得红军三天之内绝对不可能从遗族地盘上过去,派了人前后堵截,要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边,但红军的政治工作是逆天级别的,我们政策很明确,红军把县城打下来以后,就把遗族人被关起来人质都放回去,朱老总写了个著名的报告,宣传红军是来帮遗族同胞打反动派的,同时,部队严格命,所有人经过遗族地区的时候不许开枪,打不还手,骂不还口,有一个部落的遗族 不信红军的宣传,把一个攻避年的物资和枪都抢走了,甚至把有的战士的衣服都给拔了,但战士们也还是没还手,有一个遗族同人叫小叶丹,他被这种军技打动了,这么多年了,以前但凡是有军队到他们这里来,就是来抢东西的,他从来没见过红军这样的部队,于是小叶丹主动找到红军,和刘伯承煞血为谋,让红军通过,临走的时候,小叶丹很羡慕红军,让红军给他留两个证尾,因为他也想要这样的军队,最后通过遗族 红军一天都没耽搁,畅通无阻,而且一枪未开,甚至还在当地搞了一个中国移民红军国际支队,凭空多了一支部队,还有一个故事,是1937年,肃玉遇到了一个难题,因为他率领的部队一直在山区打游击,通讯全靠特派员传话,消息闭塞,结果有人跟他说,现在国共合作了,一致抗日了,可肃玉看周围的国民党部队还没撤走呀,那现在要怎么办就是个问题了,万一国共合作是假消息,自己不还击就要被敌人包围了,可万一已经联合抗日了,那 他自己贸然行动不仅耽误抗日,还会被国民党抓到把柄,当时有个边区代理书记,误以为国民党真把红军当自己人,就带着部队直奔国军驻地,让大家放下武器,导致七百人被俘,江西有个游击队长,以为联合抗日是国民党骗他们的说辞,把好几个上山叫他们参与改变的同志,当成叛徒误杀了,而肃玉部队收到消息后,马上和大家一起定下了研究方案,他让政工干部们去搜集了附近所有能找到的报纸,发现国民党对 红军的报道口径有了微妙的变化,而另一份报纸上则刊登了抗日救国十大纲令,大家一合计,马上向全军还有根据地的老百姓通报,打倒蒋介石的事先放一放,随后,肃玉让刘亨云将军穿着国军的衣服跑去县城,吓唬县太爷爷说自己是来缴匪的,让县长给自己搞点军费,县长一听马上表示,伪座已经电令各地,要我们停止缴匪,红军也已经改名八路军和新四军参加抗日了,对方不知道他这个国军长官是假冒的,所以这话 这话肯定是真话,这下苏宇终于确定了,国共已经合作了,这才有了后面找国民党谈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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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